香港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囊括超过八成半的议席 香港学者钟建华认为 选举结果有可能加快特首林郑月娥下台的步伐 经届区议会选举共294万人投票 比上一届多近148万人 其中民主派票数增加约100万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建华认为 选举结果反映港人关注近几个月的抗争运动 并以选票做表态 总之任何人出来挑战这个建制派 我就投给他 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共1200个席位 钟建华认为 民主派经过区议会选举后将增加至500票左右 占相当大的比例 他认为北京政府可能会加快让林郑下台 中建华希望港府在选民稍微消气的情况下 表达善意 舒缓社会压力 譬如停止围困理工大学 新唐人记者黄小祥 梁真 宋碧龙香港报道 新唐人记者黄小祥 梁真 宋碧龙香港报道